这个就是典型的游泰人的旧室 三层的小房 然后单人庄 这边还有地铺的 睡的地铺 这边 这个待遇是不同的 你看到了吗 有的人是睡地铺的 它这边是这样的 有的人 就比如说 身怀着一些特殊任务的 这边还有一个办公室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领导办公室的 其实领导也是个单人床 你看到了吗 它并不是一个双人庄 但是这个床是铁的 有一间小柜子和一个电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 其实它这是 有一些犹太人 住的其实跟领导的房间差不多 也有自己的这个单人床 然后有一些柜子什么的 这些犯人 一般是肩负着一些特殊使命的犯人 当然大部分犯人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他们睡的都是那种三层的木质的小房子 有一些可能表现不好的就要睡草地了 这里让我最惊讶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德国军官竟然也睡单人床 这个可想而知啊 单人床这个东西可能当时还是比较流行的 哎呀 又走回来了 其实这个焚尸炉啊 我看这个 它那个焚尸炉太小了 理论上解奥斯维金的这个焚尸炉 应该是非常大的 它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集体的焚尸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楼 这个楼是领导的呢 还是 还是这个 焚尸用的不太清楚 但是也有个烟筒 应该不是这个 因为想要练人的话 那是需要大量这个烟筒的 那么我再找找看 它这个每一个楼呢 里面有很多的展厅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哎 我突然发现我脚下是一个地下室 但是也被封上了 这个不知道通到哪里啊 这的游客 拜拜 拜拜 好